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已经是7月的 算中旬了 中下旬也可以 台北股市在历经6月份的大跌 很多人对台北股市都已经开始觉得 完全都没有信心了 这一次很多投资人把这个行情 归咎在经济衰退 停滞性通膨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点 股市是绝对领先反应 而且有的时候是很情绪化的 就像我说经济的衰退 那目前看起来经济数字 包含了GDP 其实严格上来讲 根本不到所谓衰退的程度 就算是资金要回收 那美国到现在升息两次而已 那恶务战争所造成的通膨的一个担忧 比如说农产品 可是6月底到7月 农产品包含了黄豆小麦玉米的价格 都已经有出现一个回档了 铁矿砂更不用讲了 这种基本金属原料 其实都在高档 有曾经回来 对于通货膨胀而言 这些基本金属 或是民生的粮食用品的价格掉下来 那对于未来通膨 当然是有一些所谓减缓 但是为什么 全球的股市还是出现下跌 一切都要归咎于什么 信心 信心会影响筹码 好 那回到台北股市 其实台北股市从18619回档到 跌破了14000点 台北股市 它可以说是领先 它的跌幅算是领先 严格上来讲 在这段期间台北股市叫超跌 甚至跌到 我讲跌到什么 你看台北股市跌到6月底 本益比都只有10.86倍 10.86倍 殖利率4.93% 本益比可以说是来到近年的新低 那殖利率来到近年的新高 跌到这里来 其实投资价值不用我说都已经浮现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盘面上面 那个承接的力道 却非常薄弱 所以信心影响到筹码 这筹码的部分 反映在台北股市 第一个 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以上市的融资预格来看 基本上来讲 所有的融资持有者 大概都杀得差不多了 当然你说虽然还有 还有一千多亿 一千九百多亿 两千亿 可是这一阵子的融资 它从两千八百亿 杀到一千九百亿 以融资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它不可能轻到零 但是杀到这个位阶 融资真的也 再也杀不了多少下去了 你不可能在这个位置 再讲说 融资还可以再杀了一百亿 难度很高了 现在就是 承接的力道不够 那我讲 大家在期待 国安基金要进场互盘 国安基金有动作吗 没有动作 国安基金可以告诉你说 股市没有达到 国安基金进场的标准 讲白的 这个标准是国安基金 自己讲的 那个叫做什么 关制两个口 他要不要现在互盘 他要 你成交量三千亿 他也跟你讲大量下跌 他也下去进场互盘 他不进场互盘 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成交量没有到什么 出现流动性的问题 讲白的嘛 他就是不互盘嘛 对不对 不互盘 理由在哪里 现在互 我觉得啦 他会认为 现在互对国安基金而言 第一个我如果从好的地方去想 就是现在进场 因为外资 目前来讲还很嚣张 我举例来讲 我说像这个 2303的联电好了 联电其实我跟各位讲 他为什么跌跌不休 因为借券卖出联电的余额 非常高 这里面包含了国内的大户 外资 都是属于大咖的 那他压这边国安基金认为说 我现在去互盘 甚至包含像这个 6770的立基电好了 借券卖出 以额17万张 那我现在去互 那不是大石 大石鸭屎螃蟹 国安基金才5000亿而已 所以 他认为说 现在去互 没有效果 这是往好的地方去想 那如果往坏的地方去想 其实坦白讲 你任何人 我跟各位讲 任何人你去买股票 没有人说我买股票要赔的 除非是怎么样 你恶搞 你乱搞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任何人买股票 都希望买到低点 买完之后 他会慢慢慢慢上去 那我在相对高档去卖掉 我要赚这个价差 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卖掉 我希望股票一路跌跌跌 那未来我再回补 反正我就是要赚钱就是了 不管融资 不管国安基金 不管法人 不管任何人 都一样 那他是不是认为 等到杀了差不多的时候 他在进场 在进场 解明于盗悬 当投资人都已经砍杀 砍杀砍杀 杀在地板上的时候 他在进场去怎么样 去买 那个时候 融资也清完了 外资要卖的 也卖的差不多了 剩下借券卖空 要回补的 就跟着国安基金 一起怎么样 一起拉抬股市 结果呢 当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 股市已经在相对低档去 就拉上去之后 他赢了名 又赢了利 而且坦白来讲 我讲白的 我怎么不知 我怎么能够不怀疑说 你国安基金 现在不进场布局 或是你国安基金 你进场布局的时间点 会不会跟所谓的 年底选举有关系 这所有东西都是投资人 你必须去想的 简单讲 投资人 你的股票 不能靠别人 你必须自己想办法 那我们刚才讲 包含像6770的利基店 这个我也跟各位讲过 它的借据卖出 余额持续攀高 持续攀高 所以这个市场当中 以目前为来讲 你可能各位 你除了看丁老师的节目之外 你现在盘中 你打开 不管是东插电视台 或是插帆电视台 这个盘中的连线的分析师 这两天了 你大概每三个就有一个 会给你提到借券卖出 这个其实 丁老师早就告诉大家了 那我之前也在 东插电视台 跟插帆电视台 盘后的连线 我都很清楚点出来 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我讲白的 你政府不需要进场护盘 你只要说一句 或是你不用说 你请他们喝咖啡 你手中没有股票的 请你大概够了 该借据回补回补了 该还人家 还人家了 你只要做这一点 国安基金不用进场 散户也不用死这么惨 那我们散户朋友 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我们就看嘛 我们就等看看嘛 看这个借券卖出的气焰 这空方气焰 什么时候消退再说嘛 因为毕竟我们投资人 是这么卑微 这么渺小的 那空方的这些黑手 借券的 讲白的 那借券的 跟政府 高层 我们不要讲台面上 我讲台面下的 有没有connection 有没有达成某一种 说不出来的共识 有没有 等你们借券卖出 赚保了 等你们赚保了 够了 然后呢 再顺势说 来 我进场护盘 好 我这地方 我要限制 做一些某些 这个 这个放空的 这些 这些措施 讲的多好听 我问你一句 那借券卖出的这些人 都已经赚保了 善良的投资人 都已经停损出去了 都已经断头扛出去了 观众朋友 我觉得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好 来 有达借券卖出 余额为什么下降 因为前面赚保了 前面赚保了 借券放空的 已经怎么样 赚保了 这就回补 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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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补 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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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保了 对不对 那你融资是怎么样 这个融资卖掉 这融资一路含着眼泪赔啊 这不是含着眼泪赔吗 这个融资鱼儿 对不对 你20块钱以上买到 买到友达的 你砍到14块钱 15块钱 不是含着眼泪赔吗 可是你当借券卖出下降之后 股价 那个黑手 最大的黑手拿掉之后 对不对 现在才是真正回归基本面 所以 我说这个股票下跌 我跟各位讲说 电视面板的报价往下掉 所以韩国三星手机 他在这里暂停出货 一点意义都没有 真正在哪里 在这些借券卖出的黑手 他到底放手了没有 他赚宝了 他自然就回补了 那友达未来要 要减之两成嘛 所以借券融券 这个都要回补啊 友达不用再杀了啦 亲爱的观众 友达不用再杀了啦 不要再杀了 我跟各位讲了 连巴哥也是一样嘛 当他借券卖出一个创纪录的时候 股价是贴息贴息再贴息嘛 当他降回来之后对不对 你看这个回补多快 本来创新高哦 快速回补了 那他就有机会指纹 可是能不能过这里 那就好其他的条件嘛 只是说你现在联发科 你手中有人 你不需要再杀低了 友达你现在不需要再杀低了 但是要不要买 我觉得一样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嘛 要不要买 就像国安基金的逻辑一样嘛 对不对 我知道那些借券卖出的 有些在回补了 联发科在回补 友达在回补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进场 我不用现在进场啊 我等到沙拉差不多了 大盘开始指纹 我下去点火 买联发科买友达 多漂亮政府基金互盘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有资金也是一样嘛 你要不要这样想 你们现在也是国安基金 对不对 只是说友达联发科 现在你们要不要进场去抄底 现在你们要不要进场去抄底 国安基金有5000亿 那你有多少 长荣也是一样 今天这个消息 马斯基说 这个一会说运价下跌 一会说没有问题 今天的利空消息是 塞港问题解决 内陆货运畅通 运价孔再跌两成 亲爱观众朋友 过去这三个月当中 你听过多少这种消息 有多的 有空的 筹码面决定一切 筹码面决定一切 常用借券以额 除息完之后大幅下降 空单还有八万多张 借券和融券 那这些他未来会回补 那至于你要不要进场布局 那另外一件事情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了利基店也是一样 有没有 所以这个没有回补 你不需要去跟他去接 国安基金都不进场互盘了 我们散户凭什么进去 新唐 这些打死都不回补的 弱不弱 到这里来都还没有回补 你看见没有 创为 创为 7月11号借券余额还创新高 所以我想股票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大家马上回来 来 那至于我们讲 如果是长线在低档的 你真的不需要太去care 或是基本面也已经转好的 你不要去care说 这个借券 当然除非他借券 卖出予很高 那可能公司有问题 知道的人去放空 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股价在长线低档区的时候 是长线不是短线 这个长线低档区的时候 我想风险不大 最起码你的停力停顺点好设 所以这次我跟各位讲 跌到目前这个位置 我还是能够带客户赚钱 我做多还是能够带客户赚钱 像这股票回到低档区了 而且 有没有你看 他都亏损亏损亏损 亏损你看对不对 亏损 然后从第二季开始赚钱 开始赚钱 那他去年 去年整年赚0.23元 因为第一季有亏损 一二季有亏损 所以整年他结算赚0.23元 可是他从怎么样 第二季开始赚钱 因为第一季赔比较多 所以第二季赚钱 二三四连续四季都开始赚钱 那打掉亏损之后 第一季开始 他0.19元 而且你看 他的那个营收 你看跳到五亿两千六百万 这里面哪有五亿的 三亿三亿三亿两亿两亿三亿 对不对 他到五月份五亿一千六 六月份五亿两千六 那代表说他第二季获利 应该会比第一季更成长 所以他连续四季 都开始准亏为盈了 大概都已经表示稳定 表示接到单子了 接到稳定的单子了 那六亿营收 还创近年新高 那当然现在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 黑的就是买 不要想黑的就是买 观众朋友 就下去买 涨停 再涨停 创新高 那这种 涨停 涨停 创新高 短线上来讲 你不要追他 涨的时候不要去追 你不要在创新高的时候追 你应该是怎么样 拉回的时候去买 你应该是拉回的时候去买 那拉回的时候去买 对不对 你看看长线保护短线 你的停地停身 你也设得好好的 回档修正62% 对不对 你自然是利用怎么样 利用回档修正的时候去买 对不对 有回档修正的时候去买 我觉得 这里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那这里这个机会也是不错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你是利用回档的时候再买 回档的时候再买 是不是 这精彩科也是一样 六月营收年增87% 也是两天两次涨停板 那两天两次涨停板 严格上来讲 这个氛围 有赚钱的 一顶照像不会 他们不会去看那种长线的 那种业绩的 那种短线客是有赚到赶快跑 大盘跌300点400点 他先卖赚钱的股票 你卖赚钱的股票 那短线上 短线客的获利出场点 就是长线客进场布局 短线客 短视近利压回来的时候 在平盘下面的时候 就是我们中长期买盘 进去布局的 低阶的时间点 所以这种股票 你当然是利用大盘 跌200点 甚至300点 400点的时候进场布局 而不是创新高 就下去买 今年这行情都是这样子 所以等他拉回再来买 拉回再来买 有拉回再买 有回再买 是不是 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道理不对 你可以反驳我 你可以反驳我 那只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大盘不是所有股票 都是属于长线低档的 它也有长线是相对高档 而且之前被炒过头了 那现在它是要回档修正的 那这些股票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些你不知道的人 在借券卖出它 我讲白6104创为 这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不能这个借券卖出余额 不会这么高的 四九一九新厂 这个除非借券卖出余额的 这个掉下来 不然我觉得 有些股票 借券还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所以你自己的股票 你必须要去 要分得出来 分不出来来找雨哥 我帮你没有问题 我帮你很快的 其实股票不要多 你手中三到五档股票 我大概两分钟 就可以把它看出来 就告诉你了 你三到五档股票来 我可以跟你讲说 这股票反弹要卖 怎么要卖 为什么要卖 从好面业绩面 这个一看很清楚了 但是问题是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动作 你会不会做动作 这个股票大学光 有没有我跟你讲 投信锁定的 就是买 买完 有没有 获利续报 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那昨天公高 今天盘中拉上去 尾盘震荡又下来 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大学光 投信一路锁定 所以拉回之后 他就怎么样 马上大涨 这股票随时创新高 对不对 随时创新高 胡联也是一样 这投信新买的 拉高了 华兴光 对不对 也是一样 也是一路拉高 为什么 投信新锁定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票 就是跟大家讲的 就是有机会 我们买股票 就是要赚钱 赔钱再赚回来就好 但请各位赢回来 做股票的尊严 我们进场 就是要买股票的 赔没有关系 但是要尊严 我们先赚了钱 尊严慢慢回来了 所以像精彩科 两天两支 杨明光 两天两支 筹码神殿后 出现大机会股票 继杨明光跟精彩科之后 想要进场布局的 专人通知 打电话进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